那位英雄的搞笑趣事 复仇者联盟 应该叫复仇者联盟 在别人眼中 他们都是超级英雄 在荧幕上的形象也是无比威猛 但是在自家孩子眼里 那就啥也不是了 人气度最高的钢铁侠 别人爱他都爱惨了 幻世的女儿就是一枚钢铁中粉 被喇叭问到 最喜欢爸爸的幻世还是钢铁侠时 女儿毫不犹豫地说了钢铁侠 老父亲笑得很开心 心却在低血 搞定了别人家孩子的钢铁侠 却没能搞定自己的儿子 妮妮的儿子最喜欢的是鹰眼 经常去剧组探班 找的也是鹰眼 甚至在家儿子不听话 妮妮也只能打电话给鹰眼 让他来教育 谁让儿子只听鹰眼的话呢 把儿子当锤子玩的雷神 也遇到儿女的集体背叛 慢生节被问最想cost谁 雷神的三个孩子都选择了神奇女侠 觉得雷神不够强 星爵的儿子小时候最喜欢蜘蛛侠 以为自己的老爸只是个消防员 虽然我觉得装扮不像 但小伙子脑洞挺大的 稍微长大一点后又爱上了美队 还经常cost美队出街 可能是星爵的人设不对他的胃口吧 如此烦爱的小星爵 什么时候才能爱上自己的老爸呢 最惨的还是马克叔 儿子到了拍摄现场 直接变成大型粉丝见面会 就是跟洛基去的 甚至当着老爸的面说 绿巨人若爆了 浩克该有多委屈 复杀者联盟成员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属于 妇联成员的纹身 是美队和寡姐提议的 但是唯独马克叔身上没有 因为你万万想不到 刀枪不入的绿巨人 现实生活中最怕的竟然是真头 都说漫威养了个贼窝 钢铁侠拿的还算光明正大 雷神就厉害了 直接摸了五把锤子回家 也是南威道具阻牢 虽然漫威已经拒绝 他再剩道具回家 但雷神还是把新武器 暴风战斧拿了回去 格兰蒂也进身一波 剩了不少道具 我曾经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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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有一半占没有刮胡子的美队 太像猕猴桃 猕猴桃 猕猴桃 而刮了胡子的美队 嫩得像水蜜桃 两只合一 所以叫陶总 但是我更占蜜桃屯这一说 尼尼小罗伯特唐尼 饰演的钢铁侠火候 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为尼尼 这个跟他名字的谐音有关 而且钢铁侠比女生还傲娇的性格 再加上他扑朔扑朔的大眼睛和长睫毛 尼尼由此诞生 作为漫威最惨的反派 洛基在《复仇者》联盟里 绰号是三公主 因为他是奥丁的第三个孩子 颜值俊美 性格傲娇 可不就是公主吗 可现实中大家都叫他斗森 完全是因为他的姓氏 快读就是斗森 海总 海总不是雷神的唯一绰号 二公主 锤哥叫的都是他 而雷神本人克里斯的气质很好 被誉为全球最性格的男人 再加上他姓氏的第一个字是海 所以大家叫他海总